大家好,我是郭艺修成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复一下盘 接下来怎么看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3日 好,首先呢,在今天早上9点15分,也就是盘前 咱们讲的一个视角呢,是属于若返或现 不宜连战,重则减轻则安 不管是老热点反暴,还是新热点出现 一时难见主流,持续性可能会差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盘面 上转指数呢,今天给出了一个早盘微微低开,下探 一路的话呢,其实下探的过程当中还是很容易制造恐慌的 然后呢,在上午盘在11点钟左右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拉伸 然后的话呢,最终收红,呈现的是一个弱反 为什么说是弱反,这个反弹的强与弱怎么去看 第一,从开线的表达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就是阴和阳之间的关系 强与弱,开线表达来讲是反暴的程度 如果说一根阴线下来之后 第二根阳线能够把它给完全反暴掉 完全给覆盖掉 我们认为是从开线表达来讲是强 好 咱们前面呢,讲过关于开线 开线组合的一个强弱视角来讲 讲过,就是如果说阴线 第二天的阳线呢,是把阴线的高点 都能够给覆盖掉 这叫什么,穿透破角 好,如果说呢,后面的反弹只是把阴线的半分位略上 顶多呢 就是呢,这是属于什么 这是反弹的力度 要和前面强比较来讲是弱的 如果说连半分位都不到 那么更弱 那么如果说是属于高开高走 那么虚似东升的走法 它也是一种强 就是不管是断头查道 不管是穿透破角 还是虚似东升的一种走法呢 它都属于这样的一个 都属于强势的一个表达 这是反弹的强度 那么如果说刚刚到了半分位 那么当然从专业的角度去称呼来讲呢 它是属于曙光戳照 好 但是呢 当前我们来看 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低开下探 说红 它收盘的位置和昨天阴线的 实体半分位附近 收在半分位附近 甚至都没有真正正的站稳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反弹的还是弱的 然后再看量呢 反弹有量 代表的是资金进攻 或者资金的这样的态度 如果反弹无量 今天的反弹是缩量的状态 所以说呢 更多的还是一种 反弹的表达来讲还是偏弱的 而且今天呢 是属于两极分化 一些涨停的个股 涨停 大涨的股票 百分之七八十 源自于超跌反弹 或者是低位低价 而跌停的股票呢 也不少 跌停板的股票呢 都属于强试股的反 就是不跌也好 或者是 杀跌也好 就是呢 跌停的个股呢 接近五六十加 五十六加 涨停的个股呢 七十多加 对应的话呢 属于两极分化 好 那么从当前的 再用残忍的结构去看 残忍结构去看的话呢 那么今天给出了弱反 弱反的话呢 是刚才讲到了 连阴线的半分也都没有到 然后呢 量能是缩减的 那么用残忍的视角来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 接下来从完全分类的一个思想去看 就是我们做 有一个 完全分类的一个思想 穷筋变化 不是而测 这是从3312.72以来 它是一个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当前的一比下今天低点并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没有破昨天的低点的话 那么今天是 今天是被昨天所包含的 也就是呢 今天 它是一种 资金观望和试探的一种心态 既没有进攻 它也没有继续破位 只不过呢 可以代表下方140年均线 包括昨天的低点处呢 上有一线支撑 如此而已 那么这是比组成的 那么这个三连续的三比 下上下三比的话呢 它又可以作为日线级别的日线的比中枢 30分钟级别的标准中枢来去看待 好 如果说强 是可以推演或者是期待 能不能走出一个日线的一比上的 但是呢 它想要走出日线一比上 需要满足 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是需要量能能够起来 不能持续萎缩 意思说呢 如果说想要期待或者是这种情况发生 从量能的角度来讲 接下来要上行补量 如果不能补量的话呢 那么若反 若反过程呢 还会将下期 或者说呢 向下寻新的地点 甚至破昨天的地点 就是呢 一个是能不能实现补量的问题 好 这是一个使用 第二的话呢 能不能形成一个主攻的板块 主要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出现 那么如果说有两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呢 行情它是可以延续 或者是可以去期待一个向上一比上 强 考验前高 弱 反弹的话呢 还给一个最起码给一个五分钟的盘整结构上 但是这两个条件 如果说当前的话呢 稍微我们再看板块的一个视角 就说这两个条件 如果都不能满足量呢 还是属于缩减的 还是属于持续无量的状态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反弹持续性会难看 就是反弹有限 持续性会差一些 然后呢 反弹过之后呢 后面可能还会继续往下 寻低点 好 这是从日线的一个表 日线的表达 它对于呢 是日线比重书 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标准数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用更少级别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 咱们前面讲到过 就是当前呢 对它的一个五分钟的一个观察 从3728点23.85走位置以来 那么这是属于五分钟的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上 五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上 五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上 五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上 好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表达 是属于什么呢 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五分钟中枢延伸过之后 当前走的是向下的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3515.14的位置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是五分钟线转下跌 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明显发生背迟的 发生背迟的话呢 那么昨天 五分钟一比上 一比下 一比上 它是属于五分钟线转 五分钟线转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观察点 它的一个强弱关系来讲 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 线转上涨 线转上涨的话呢 从强弱关系的一个视角呢 我们接下来怎么去跟呢 以前面这个中枢 我们把这个中枢的区间延长 中枢的区间延长的话呢 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演 好 用五分钟的中枢去跟即可 好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 给出了一个五分钟的线转上 和前面的五分钟中枢下延的位置接触了 这个接触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三类卖点不成立 如果说这个位置反弹 连中枢上涨 中枢下延的位置都不接触 他就三连卖点了 接触的话呢 说明三连卖点不成立 卖点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推演视角呢 对应的 观察的是这个五分钟 因为五分钟的线 五分钟当前锁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线转上 线转上的话呢 那么用五分钟线转的表达来讲 如果后面我回落 五分钟一笔下 观察的是前提破不破 如果说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然后呢 又出现了反弹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 线转延续的一个视角去跟 跟的节奏呢 看中间会不会形成一分钟的 五分钟的比重数 一分钟的标准重数 然后中间会不会有背词 如果说了五分钟线转上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比重数 然后这个位置呢 一旦发生背词 那么再观察 五分钟的向下 线转回落 回落如果不破 三千五百 意思五点一四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就这个位置呢 只要说给谁五分钟线转下回落不破 它就是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这个位置作为背词一买 这个位置就作为二类买点 如果说破了前面地点呢 如果说破了前面的 三千五百一四 五点一四 破了前面地点呢 代表的是 这个位置呢 它做出的是属于 新的五分钟中枢延伸 五分钟中枢延伸 走出新的线下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要关它的力度 和前面还是和前面 这个位置对比 如果说有背词 那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背词过周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 可能是出现 呈现弱反的一个结构 而后的话呢 还要观察 和前面这个五分钟枢赛揚 接不接触 三类卖点 行不行成 好 这是一种推演视角 那么最强的一种表达是什么样子呢 比较强的一种表达的是 属于这个位置 持续往上进攻 直接把五分钟枢 区间给上穿掉 而后呢 回落不进入这个中枢 他给出二三类买点的一个重合 然后逐渐一个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上涨 这是最强的一种表达 这是用完全分类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间的一种视角的话 就是这个位置 反弹在中枢内 然后回落不破前面地点 反弹 回落不破前面地点 但是呢 不管是偏强还是偏弱 那么这个结构一旦走完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结构 一旦走完 对应的 它还是更大级别的卖领 就是他与他一旦有被迟 或者是这个位置 这个一旦有被迟 还是更大级别的卖领 再往下的话呢 防范 更大的一个调整 好 而且中间这种情况呢 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中枢 延伸 适应的升级为三十分钟中枢 那么呢 它的一个下跌 有可能和前面有的一拼 好 这是从结构的一个推演的视角来去观察 那么 讲到此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用简单的语言来去概括 一 接下来能不能向上补料 能补料 那么呢 可能会有新的板块出现 不能补料 那么呢 反弹不可延续 这是一个视角 好 第二呢 从残忍结构的一个维度来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观察视角 就属于回落 前低3515的位置 破破 反弹的话呢 那么观察它的力度是变强的 还是变弱的 如果说力度是变弱的 那么小级别来讲 这个反弹随时可以结束 然后呢 观察回落的方式 如果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和前面有被迟 那么呢 回落下来之后 又会有这样的一个 去处于震荡的一个走法 好 如果回落的一个比较急切 出现这样的一个 杀恐慌盘的一种 几滴的一种走法 那么回落过之后呢 那么还要观察后面 反弹会不会给出这样的三连卖点 意思说呢 当前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强也不过是震荡 弱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阴跌之后 还会有杀恐慌盘的一个剧情 这是用五分钟的结构来进行推演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看板块的一个视角 就是说接下来 如果说后面呢 可能还是明天 后天可能还是一个震荡 震荡当中的话呢 我们只是观察 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从节奏上面来讲 有向上有没有量能的一个起势 有没有主攻板块的形成 有的话呢 多看反弹 多看一天两天 没有的话呢 防范 仓位重的 风高一旦是减 仓位轻的话呢 那么呢 挖掘底位底价 朝铁反弹的视角呢 可以去控制仓位的前提下 可以去试机会 好 但是一旦如果说 一旦呢 反抽抽再往下一旦出现 那个出现杀恐慌盘的举行 那么要高度防范 杀恐慌盘是最惨烈的 这是对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看板块 从板块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 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呢 像酿酒 然后呢 像汽车 半导体 医药 其实呢 包括呢 像有事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多个板块出现 这样的一个复苏和增进攻 同时从侧面表达 今天的话呢 当前还是属于缺乏这种主流的板块 那么汽车类的话呢 今天出现能小的掌听潮 那么呢 后面能不能延续 值得去跟踪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次从行业的一个视角 从概念板块的一个维度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吃新 然后呢 像光伏能源池 像特斯拉新材料 也属于像新能源池 锂电池方向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修复 那么咱们昨天还讲到呢 像对于创业板的态度 它创业板呢 想要止跌 或者想要表现一下 需要呢 一看医药方向 能不能止跌 二看离电池 会不会发力一下 今天呢 它是属于 就是前面 老的热点 连续调整 连续调整 今天出现这样的修复 那么修复之后 是不是新的行情开启 还需要观察 能不能补量 能不能延续 有没有风向 不要 所以说呢 还需要去观察 不能太冲动 好 这种板块的一个视角 那么板块的视角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 对应的 例如说呢 像前面的 例如像电气 像前面的 像石油 供气供热 煤炭 电力等等 那么前面强的板块 持续走弱 那么前面调整 充分的话呢 当前出现这样的一个反扑 那么我们再从 个股的一个视角来看 其实当前这种行情 我们来去观察 从涨停板的个股来去看 70%以上 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70%以上 来自于像这种 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的一种走法 好 就是呢 涨停的个股 那么呢 70%以上 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 而且呢 是属于底位手摆的一种 剧情 而且超跌反弹 底位手摆 它有一个什么特征呢 只有少数可能会走强 多数的情况下 它是缺乏持续性的 收获的话呢 咱们会通过一些列数呢 像 阴历气息 像这类个股呢 连续下跌 连续下跌 在这几点出现过手摆 出现手摆过之后呢 你一旦追 后面呢 又是跌跌不休 好 在列数呢 像中工教育 中工教育这类个股 它就属于严重的超跌反弹 从四十三 加上政策的一个 整段影响 然后呢 从四十三一口气跌到什么 跌到十块钱 这样的一个位置 严重超跌 这个超跌过程中呢 它在历史上前面 也出现过手摆 出现过临时的一种 这个位置 涨停 这个位置接近涨停 涨停开板 而后的话呢 一旦去追 后面呢 就跌跌不休 这个位置接着涨停 第二天呢 你只要去追 又是跌跌不休 这个位置就接着涨停了 什么意思呢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超跌反弹类的个股的话呢 只有少数个股呢 它是值得去挖掘和跟踪的 更多的股票呢 它是很难走出持续性的 因为对于超跌反弹的 一个角度来讲 尤其是对于小盘呢 它是属于资金 去试探 也是呢 比较谨慎的一种态度 好 那么同样的 对于下跌的股票 我们再来看 就是上涨 就涨停板的股票呢 大多数来自于 这种超跌反弹的走法 而对于下跌的股票的话呢 要么就属于 强势股 而且呢 强势股全面可能是 一波主声翻倍的是强势股 现在的话可能出现 出现两年板 出现三年板 出现三天两板 四天三板的股票 都成为强势股 时不时来一个 强势股这样的一个 杀跌 强势股这样的补跌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这种剧情就属于 最高的风险 极大极大 而且呢 对于高标类型的 个股的话呢 一旦出现小周期的反抽 如果说趋势坏了 那么找卖点 不要想着去朝底 不要想着去补仓 例如说像四川美风 前面强的时候 有多强呢 从上涨震荡 上涨震荡 上涨震荡 然后呢 前面沿着五军 涨停震荡两天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然后的话呢 但是跌的时候呢 也是毫不含糊的 然后呢 滴开 再跌停 震荡再跌停 震荡震荡再跌停 就是他的一个 前面有多强 后面呢 跌起来就有多么凶惨 但是这次个股呢 它只是一类 虽然说 所以说呢 对于一些高标类型的个股 就是短期已经翻了一倍 甚至翻了两倍的个股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出现这样的短抽期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抽过之后呢 如果说 不幸被套了 以减为主 降一降仓位 不要轻易的 降一点 给你一点阳光 就灿烂起来了 一年雨漏的话呢 就翻案起来了 好 所以说呢 这是对于市场的一个态度 就是强势股这样的一个下跌 而且的话呢 后面 做一个大胆的猜想 什么猜想呢 后面如果说强 那么呢 他迫切需要一种补量 而且的话 也需要有主攻的 对于指数来讲 有主攻的板块 对于赚钱效应来讲 又有主攻的热点出现 他才能够延续 否则的话呢 冲高之后 可能还会有再一次的杀孔文盘的时刻 一旦杀孔文盘的话呢 如果说真的出现 类似于白股跌停的这种局面 你有该如何呢 所以说当前还是要控制仓位的 好 这是就是从涨停的个股来看 超跌反弹底位 一个是呢 少说可能会有点资品 多说的是没有资品的 那么对于跌停的股票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都是前面强势个股的杀跌 或者是一些高标个股的这种补跌 所以说呢 两极分化的一种状态 其实说呢 这种情况下就是把握好节奏 可能赚点小钱要小心翼翼的 但是呢 如果说一旦方向节奏仓位都很错乱 很多时候呢 不知道可能就直接干一两个跌停出来 好 这是对于从个股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的 那么最后呢 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总结的话呢 就是当下的一个第一要务 反弹的话呢 当前还是盯进为这种下跌过程当中呢 这样的一个入市反弹 入市反弹过之后呢 后面看它能不能相当补量 能补量的话呢 顶多多反弹一天两天 如果不能补量的话呢 那么随时反弹过之后呢 冲高回落 仓位重的 粉高去减 仓位轻的话呢 保持比较轻的一个仓位 然后呢 在底位底价 有业绩 有量能的一个方向上面呢 可以去挖掘 可以去尝试 是好指引自存 这是一个策略层面的问题 那么局部的话呢 那么还是像一些当下的话呢 像一些底位底价的 底位底价里面呢 重点观察资金 就是观察些 底位手板的 底位手板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如果看它 可以多跟踪两天 不是说第二天涨上去追 而是呢 如果说底位手板的 然后呢 业业又好 调整比较充分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有单阳不破的一个剧情 可以用短线的视角 可以去尝试去跟 去观察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